下面我们进入到第十章 行政复义 行政复义呢 作为我们行政救济法的 三种救济制度之一 除了行政复义之外呢 还有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 在这三个救济制度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行政诉讼呢 是我们大家重点掌握的 因为考的题目 占的分支比重 也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看到第九章 第十章是行政复义 那么从第十一章到十七章呢 都是行政诉讼 那么十八章呢 是国家赔偿 所以大家应该重点掌握的是 行政诉讼 那么当然对于行政复义 作为民告官的一中制度 在我们网研题目里面呢 也是会考到的 虽然说分支比重呢 没有行政诉讼那么高 对于今年呢 大家准备行政复义呢 我认为呢 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我给大家强调的一些重点内容 大家掌握了就可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呢 我们行政复义法呢 正在进行修改 并且行政复义法呢 按照全国人大产委会公布的 这个向社会征求意见的 第一次审议稿 已经审议了一次 那么第一次审议稿之后呢 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的 这个第一次审议稿 大家发现这个行政复义呢 要修改大量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今年考试 如果再考行政复义 它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明明知道 行政复义这个内容要修改 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呢 它还是有效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命体人呢 就可能尽量避免去考察 有一些要修改的内容 这是一种什么呢 最好的一种什么处理方法 所以呢 对于行政复义 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呢 咱们同学们呢 应该掌握 但是呢 就按照我给大家强调的 那些比较重要的 或者说呢 按照咱们网研考试呢 考的比较多的点 大家来掌握 那么在第十章 行政复义呢 一共给大家呢 分了四讲内容 那么第一讲呢 是涉及到行政复义的范围 让不让告状的问题 那么第二讲 是关于复义的参加人 复义机关 它实际上是解决 复义中的主体 谁去告状 申请人 去告谁 被申请人 谁来参加复义 第三人 谁来审理复义案件 行政复义机关 实际上第二讲 主要是解决 复义中的主体 怎么来确定的 那么第三讲 是关于行政复义程序 怎么启动的 申请复义 受理复义申请 这就是我们启动 这个行政复义的程序 那么第四讲呢 是解决行政复义 怎么来审理 怎么进行复义决定 如果复义决定 申请人 或者被申请人不履行 怎么进行执行 所以第四讲 主要是涉及到 复义的审理 复义的决定 复义的执行 好 这是我们整个 行政复义的内容 因为行政复义呢 它也是一种 民告官的制度 咱们同学们 可能听说最多的 民告官是行政诉讼 所以我们行政复义中间呢 有很多制度呢 跟行政诉讼呢 很相似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往往考的是行政诉讼 而不是考行政复义 所以呢 对于行政复义中呢 涉及到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这个讲道的时候 跟诉讼一样的 我就会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比照着行政诉讼 来一并掌握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进入到行政复义的 第一个问题 第28讲 行政复义的范围 行政复义范围实际上就是解决 让不让复义的问题 那勇德说呢 行政复义不是民告官吗 那行政机关做的行为 得让公民组织告吧 但是大家注意 行政复义呢 它不是说所有行政机关 做的行为都能告 什么意思呢 从考试角度 我们首先掌握一个复义的标准 就按照我们行政复义法呢 给大家确定 能够去申请复义的是什么行为呢 具体行政行为 这要是具体行政行为 那就能申请复义 那要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呢 那就不能申请复义 那有个说 那什么是具体行政行为 怎么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呢 这个问题前面在具体行政行为 那一章里面呢 我专门给大家非常详细的来区分 进行判断 所以呢 大家如果对具体行政行为 怎么去认定 怎么去判断 可以看 我在前面呢 这个第一应该是第四章里面 涉及到具体行政行为 它的认定判断问题 好 下面我们大家看一下 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复义范围 那么当然对具体行为审查的时候呢 既可以告具体行为合法性 也可以告具体行为合理性 那么对于行政复义范围的确定呢 咱们行政复义法明确给大家列了 这几项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复义 并且呢复义法还给大家明确排除了 有一些行为是不能复义的 也就是说呢 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规定 能告状的和不能告状的 能告状的是哪些行为呢 行政处罚行为 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许可行为 行政确权行为 侵犯合法基因自主权的行政行为 行政变弓或废治农业称报合同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 行政机关违法呢 集资征收财务摊牌费用 或违法要求履行 其他义务的行为 行政不作为 行政给付行为 还有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你说的这么多 我记不住 记不住不用急 这是咱们行政复义法呢 把咱们前面所讲到的 具体行政行为呢 根据实践中间呢 对公民组织影响比较大的呢 列举出来是可以告的 所以从做做起的角度来说呢 咱们只需要知道 这些行为都是具体行政行为 让告状就行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咱们题目最多的考察 角度是什么 问这个行为让不让告状 你说让告状 然后问你为什么让告状 你可以回答 因为它是具体行政行为 这就行了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咱们没必要呢 从试完范围角度去进行区分判断 你只需要知道 它是个具体行政行为 就属于试完范围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复义法给大家明确 不让告状的行为 就是哪些行为不让告状呢 大家注意 一共是涉及到什么呢 三类行为 那么第一类行为呢 是抽象行政行为 当然有人说呢 那具体行政行为 它是跟抽象行为相对应的 所以呢 具体行为能告 抽象行为不能告呗 那么包括行政法规行为 行政规章行为 也包括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但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 行政复义法 虽然说呢 规定抽象行为 不属于行政复义范围 但是呢 搞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呢 可以一并附带申请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 所以在我们这个教材的第一 196页 在我们复义范围的第四个内容里面 我专门给大家列出来了 行政复义中呢 能够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什么意思 就是抽象行为是不能去申请复义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 也就是说 在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对抽象行为 直接申请复义 复义机关 不受理 那有人说呢 那这个部分抽象行为 附带申请审查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从那四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 也就是说呢 告抽象行为 不能直接告 但是呢 可以附带告 什么叫附带告呢 告具体行为的时候呢 可以附带告这个抽象行为 那么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这个抽象行为 得跟告的那个具体行为有关联 什么叫有关联呢 也就是说抽象行为 是具体行为做出的依据 你不能随便告一个具体行为 就拉一个抽象行为 告个具体行为 随便去找个抽象行为就告 那肯定也不行 得有关联性 那么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不是所有的抽象行为都能告 只能告一部分抽象行为 哪一部分呢 规章一下的规范性文件 就是我们前面在抽象行为里面 给大家讲到的所谓 其他规范性文件 所以这是咱们大家呢 要掌握的啊 例如说呢 我告个具体行为 把这个部门规章 依据的部门规章 一并申请复义行吗 不行 我们必须是其他规范性文件 才能去附带这个告的 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就是 告这个抽象行为的时间方面 我们一般是呢 在申请告具体行为 同时呢 一并告这个什么 这个抽象行为 当然如果是在申请复义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抽象行为 是这个具体行为依据的 那么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复义过程中才发现 我能不能还一并提出 告抽象行为呢 当然可以 但是有一个 必须是在复义机关 做复义决定前 你得提出来 要告一并告这个抽象行为 好 这是我们对于 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不作为复义范围 不能直接告 但是呢 可以附带告 但是附带告呢 大家要掌握 它的附带要求 它的这个依据要求 它的范围要求 和它的时间要求 这四个要求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那么除了抽象行为 不能直接申请复义之外 咱们行政复义法 还另外排除了 有两类行为 不能申请复义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内部行政行为 那么这个内部行为 在我们行政复义法中呢 把它说成什么呢 处分和人事处理行为 也就是说 行政机关对公务员 做的处分和人事处理 那么公务员对这个 处分和人事处理呢 不服 不能申请复义 那比如说 那怎么究竟呢 前面给大家讲 公务员法的时候呢 他可以去申请复合 对复合 结果不服 申诉再申诉 也可以不经复合 直接呢 去申诉再申诉 但是他不能通过 申请行政复义来解决 有同学说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行政复义 是民告官 这个民呢 必须是行政系统外的 公民组织 那么公务员呢 工作人员 他就不是系统外的公民了 他属于什么 行政机关系统内的人了 所以呢 他应该按照公务员的 那个 对于处分和人事处理不符的救济途径解决 他不能通过申请复义来解决 这个告这个处分和人事处理的 好 这是第二个呢 内部行政行为不作为复义范围 那么第三个呢 不作为复义范围的是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做的调节和处理 当然这个调节和处理呢 它不是行政裁决啊 如果是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做的裁决啊 那是可以申请复义的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主要是指什么呢 行政调节 那有能说行政调节跟行政裁决有什么区别呢 裁决呢 是行政机关强制性的对民事争议做的权利义务处理 也就是说呢 双方的民事争议 行政机关强制性的做的一个裁决啊 权利义务就这么处理 而调节呢 调节呢 是行政机关作为调节人 能不能达成调节协议 最终能不能调节解决民事争议 实际上不是取决于行政机关 是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民事争议主体双方的资源 所以呢 调节呢 因为他没有行政抢制性 所以不能去行政复义 那有人说呢 那对于这个民事争议怎么办呢 你可以去民事诉讼 或者说仲裁 但是你不能通过行政复义 来解决这个行政调节 因为调节 它不是行政机关 强制性的行政行为 或者说行政调节 它就不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因为具体行政行为 它要求呢 行政治权 对法律上权利义务做的处理 而调节 它不是行政权的处理 它是行政权的调节下 有民事争议双方当事 自愿达成协议调节的 好 这是我们对于行政复义范围里面 那么排除不让告的三个行为 抽象行为 内部行为 还有行政调节行为 好 这是这个第28讲 关于行政复义范围 大家一个是重点掌握 复义的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 另外呢 大家主要掌握 不能复义的抽象 这个内部和这个调节 这三类行为 那么对于抽象行政行为 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种抽象行为 附带申请审查 它的四个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